秋名山, 秋名山 經常去秋名山 日本真的沒有其他代表性在山上嗎? 當然不是 頭文字D都在二十多年 和你一起看的寶寶 今天都在大學 現在日本最熱的 就是頭文字D的續作 MF-Ghost 而眼前這個 岩田窗梯 就是MFG的最新地堡 本來這條片上年就上出 因為頭文字D的正式續作MF-Ghost 去年10月1日已經首次動畫化播出 轟動全球車迷 不過說這麼快和大家講 都不知道我講什麼 事關連上網自由都沒有的漁民 都有指甲恥笑這個地方為止 國際資訊的流通量 又的確淪落到跟他們差不多 近這半年最煙的 當然是港車北上吃血 換浪整車賣車 誰覺得人家的世界發生什麼事 不過早兩個月MF-Ghost 在Lefes上架 即時彈上熱波10強 又不同說法 相信很多車迷終於看完 是時候和大家去日本 真實場景試路 究竟這條MF-Ghost 開幕戰的小田園賽道在哪裡 好不好玩 現實和漫畫又有多大落差呢 今集就升級 開架新款之後 放下去會一會去 之前東京改裝車展的影片 已經略略提過MF-G動畫首播 在車展上的展覽有多麼受歡迎 其實連西人都有不少網站熱烈討論這套動畫 而它的影響力 甚至上升到大動旅遊業的情緒 因為在動畫播出之前 MF-G已經和故事中的主場景 小田園市合作搞了宣傳企劃 好似頭文徹底的攝川市 在市內大肆宣傳漫畫中的景點 例如掛了Banner 在商場擺大吉攤位 還會換上特注的MF-G採繪水渠蓋 和出閃卡 實際去到小田園市 更加見到的地有多麼隆重歧視 始終深入MF-G水渠蓋 就意料中視 但你有多可見過魚港的告示牌 甚至站頭地圖旁邊 都會掛著漫畫的宣傳海報 雖然這些這麼坑屁的旅遊項目 和你燒幾千萬納稅人的錢 去放發光彈掛氣球 放煙回去國際都市為止 就濕濕碎 但慘得過人家有真是吸引到我家旅客 哪裡有? 小朋友就站在這裡 難道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傻 究竟這個沒聽過香港人去旅遊的小田園市在哪裡? 其實看漫畫和蔡道都知道 他就在關東著名的溫泉區 雙根旁邊 由東京開車他只需要一個半小時 不過導航通常都會叫你走很貴又很悶的 東名高速公路 路費要三千九百九十日圓 如果不趕時間 弟弟就會建議大家先經過MFG的另一個主場景 廉仓和江之島再去小田園 雖然路程會長了一個小時 但路費只需要九百八十日圓 最重要是這樣走法 可以先經過環濱的大客PA 未去過朝聖的可以順便去賣 而且廉仓和江之島有很多旅遊景點 還可以去MFG入面的場景打卡 這不得 由廉仓海邊的角度134號 轉上E84號的西雙繞道高速公路 去小田園的一段路 更加全程在太平洋旁邊走 還不是可以遠跳富士山 是出名的美景觀光公路 不過大家規約行程時就要遇多大半天 這樣玩法分分鐘早上出發天黑都未去到小田園 好啦,進到正題 怎樣才去到MFG開幕戰的小田園賽道呢? 他的起點就在雙筋收費公路 英文名叫Turmpie Harker 弟弟就會叫他雙筋Turmpie 聽名字好像很大路一樣 但有導航都已走錯路 有必要跟大家講得詳細些 事關用跟著MFG賽道那樣順行 只有兩個入口 如果不打算走到小田園去走走 其實一直沿著市頭港的E84西雙繞道 跟雙筋老牌走就行 要留意的是去到上橋位 見到左邊藍色祖村 跟右邊紅色雙筋路牌的分岔路 就要走右邊的雙筋線 直去就是雙筋Turmpie的入口 不過如今兜了小田園市街 想上回去就多騙了 因為只有祖村區一個入口 要兜入鄉郊小鹿才去到 問題是雙筋Turmpie的綠色路牌很小 而且只有岩田園、雙筋兩組漢字 見到你們都未必辨認到 再加上入口位是一個十字路口 看得明路牌都會懷疑戰爪是否指你轉右 要看遠處橋底的路牌 才知道真的要直上斜路 其實MFG的車手就是在這條斜路走上去 所以去到附近見到天橋底 就要慢慢走金晶火眼地盯緊路牌和戰爪 否則可能要繞幾個圈才進去 不過只要入對條路 一上到天橋就會見到MFG小田園賽道的起點 現實中的確有個貨櫃還有廁所和汽水機 MFG過榜位和MFG Angel女女都在這裏 而現實中也有些車位給你拍下一部車去廁所和打陣卡 入口位兩個T字型的收費站位和慢慢的似足九成九 不過旁邊白鑊塞條藍色 Less藍片和雙筋Turmpie的招牌 當然不會變成MFG Banner 而且收費表價錢也不同 現實中私家車下一程要收730日圓 來到這個收費站入口 現在有看過MFG漫畫或者動畫的 都不會不變得去 都不說太多了 開始吧 SATTERN ONE 雙筋Turmpie Hillcome 阿力戰 現實和漫畫一樣 一個收費程馬上就是大斜路 WALLING STARK的MFG小田園賽道 就是由這條新出來的指示燈開始計時 早起步爬頭就當偷步 但弟弟當然不用理他 不過事先聲明 這條雙筋Turmpie的限速只有50kg 根據MFG的資料 整條小田園賽道有40.8kg 除了多彎之外 比較特別的是有864米的高低差 而剛剛前這條大概13.8kg的雙筋Turmpie 其實只顧整條賽道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漫畫中的SATTER ONE 是全條賽道最容易玩的一段 事關爬升的864米在這裏 九成都是很斜下的上坡道 不會危險都去哪裏 同時也是現實中唯一有可能玩的一段 等下走到SATTER TWO到SATTER THREE 你就知道細胞為何這樣說了 其實就算不是因為MFG潮流 這條1965年開通的雙筋Turmpie 都值得來潮勝 事關近60年來 它都是全國享負盛名的傳說飛車勝地 更加有數之不盡那麼多日本和外國公司 特地來這條路拍飛車宣傳片 在未出頭文字B之前 熱門程度被群馬那些 陀地鄉仔仔飛的尊名赤城山路 高不知多少倍 來到現場 撞口撞臉都是爛的 當中也有不少白燕仔 弟弟開個夜鬼少少的芝麻包 經常都會被車在後面黏著臉 湧下湧下的 事關車都整條雙程雙線行車的路 中間都是黃色或白色的實線 即是不可以越線爬頭 幸好弟弟都不是省油的燈 怎會阻操著這條路? 卻大家別以為 湧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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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並不像林錦公路那類 單純跨過山的橋的山路 而好像屯門公路一樣 特地建造出來連接 小田園和雙筋的快速公路 路阔一点也拉直到没有很窄的发甲弯 但因为要越过很多山 又没有开着隧道 全程只有几段可以往得远一点的大直路 其他全部都是一个接一个的中高速弯 正如MFC所说的确是升格大马力快车多一点 所以在2011年的投闻自治42期 已经被设定来高桥梁界最后一场公路赛 FC3S火拼死神不调临到R32的地点 不过当时走的是更凶险的下坡道 就像MFC那样走上坡道的话 其实一点都不艰心 起码两边都不见日本山路常见的密集炒车位 但同样都充满驾驶乐趣 香港绝对找不到一条路 如果价格要找大家熟悉的路段来形容 你可以幻想它是将荃湾上大帽山停一场那段 拉长和开平了三倍再加阔一点 但车度又不是太高而已 车235匹的路速之下又暴露 三四千转右驻行 小部分位置上到五波都足够了 虽然这玩意多到转度 但大部分都不太深 加上路面都算几几下 还设计了不少窝进去的位置 帮你拖车入回 可以用放松的心情 很爽地尽情享受部车的引擎悬挂 和轮胎对抗GeForce的兴奋感觉 不过若然好像MFC那样变成封闭赛道 下下进鸡的飞就绝对有难度了 事关无限制的话 这里的均速肯定超过100km 封闭是两条线走 部车足够了的话 小部分位置可能达到200km都可以 难度在于几乎每个弯入回时都看不出口 不知弯心在哪里 而且弯的深浅会有很大落差 最阴湿是 很多弯都可以不用收一位的拖波 尽踩地飞进去 但来不来又会夹着一些转的都未转完的大弯 这个死神木R32 想造两大部FC飞到山谷的 红白色栏杆架空桥S1 就是最凶险的著名地标 若然不像片同下向那么好 既成技术了整条赛道 下下都死冲 好容易就会overspeed 推投 但两边不是懸崖就是糊涂墙 后果不用我说都知道是怎样 所以来到用七成功力就好了 另一个难度是 多弯之一条路的车道变幻莫测 有时好转有时平点 有时又会有窝位 安全点拖下一粒入弯 经常都会顶转慢 不拖波过弯一缩有遇到上车 又塌了转数不够力冲上去 尤其是ZL86这些不太大马力的NA车 要摩打手般2、3、4不断转波 不过駕驾488HUACON GDV和R35那些 就肯定不止放不得太轻被震喉的200匹86那么少 分钟走完整个ZL1 86都未去到一半路程 大家租车时都不妨考虑 POWERMAN 较阔的大马力车车 那就应该可以玩得爽些 至于景点方面 除了先头对照给大家看的漫画赛道地标 整条双根车辟都不算好风景 本来中段条路两边种了很多櫻花 在春天时会出现櫻花隧道 可惜弟弟早了就看不到 没必要停留 唯一一个值得停车的位 就是去到11kg左右最尾段 这个白银展望驻车场 因为去年MFG动画版上映的时候 特意在这里弄了个宣传牌 这半年成为了车迷的打卡月点 见到这个牌亦代表段到尾声 走多分铃钟 就会到达C3分动画之中 出现最多的地标 这就是六角形顶的 Alesser 岩田 Sky Launch 因为MFG的小田园赛道 明明可以就这样直去 但就很目标地设定到 要特意进来这里围着东西兜的圈 可能是为了宣传旅游景点 其实这些东西对日本人来说 根本无需多介绍 几十年来都是大热的旅游胜地 和车序热点 只不过通常都会叫它 大观山展望台 事关Alesser 岩田只是一间公司名 2018年开始给钱灌名才叫 以前都曾叫过Toyotai 和曼士德的Sky Launch 来到这里就能拍下车头文字D 和MFG漫画中的停车场 天桥和路口场景 尽情打卡 特别提醒大家 千万不可以MFG 大路一转进去左手边的细停一场 因为陀地车迷很贴心地 在地上设定了个专用车位 标示出一部车 和Alesser 岩田合照的最佳位置 六角形大楼 地方名招牌 天桥弯位等等最标志性的东西 一张照片就试试试试齐齐齐齐齐 不过打卡也是其次 这里还是一个卡数 由弟弟二十多年前第一次上来 去到几个月前 每次来到都会见到有不少跑车在打架 FL5 RRX DEVOLUTION AE86 NSX SUPER R34 R35 KPGC10 等等新旧款的跑车 即是多到数不完 MFG興起后 就当然少得主角车 ZN686 甚至见到一对情侣 一人驾驾八日落 拍着拖子上来看日落 还有货车变身成玻璃屋的公司 上来拍Catalog 这有难怪的 这里除了一条路好玩 最出名是可以在1011米的展望台 居高临下地俯瞰商根楼之湖 好天的时候 更可以同时见到富士山在湖后面出现 还有太阳也合适 在富士山那边日落 是极少数可以驾到车去 一次过满足三个愿望的绝景地点 所以大家最好夹定时间黄昏前来到 看完日落 银半个中车下山 在附近的商根或湯河园 设备温泉旅馆探世界 这就为之perfect day 不过看完MFG又说了这么久 都从来没提过 究竟这座NS蓝天里面是什么 小了当然是带大家进去看看 没错一门门口又是MFG 这个休息站和普通的导致亦很不一样 除了例外有餐厅和手信店 大堂最大的两间店 竟然是买头盔和Tie Link避震 连café免费给人看的书 都是二六和四六的杂志 可见这个地方 专为车迷而设的形象有多深入闻心 再上二楼 同样都是MFG 大电视播着动画的剪台 放上MFG的相片和幻画 连一比一的指派人都有 不过之前看过有些观众留言说 不太喜欢MFG 来到没兴趣和这些打卡 都一样有东西吃有东西买 因为一间café有三百六十度的无敌景观 更客气是大家听到的背景音乐 其实并不是讲播 而是有音乐加现场演奏 完全不令收费 花几百亿码咖啡 坐下看着美景 感觉比去五星级酒店更优雅 对这条双根turnplay的历史有兴趣 又可以看看六十年前 由建造到初通车时的展览 有什么好买呢? 由当地产的水果、蜜糖、肚产 和一小盒的手信 整个双根都可以买 但在这里不买 就未必买得回的 就是象征你曾经到此一游的 XX岩田双根turnplay贴纸 去年4月8日才推出 只是这里才可以买 有六个款给你选 卖三百五十至七百元 吃买的 就当然是买有写名XX岩田那款 才代表到这个时代 怎知这里下次又何时会转半名箱 不过要记住 二楼卖帖子那间café 一至四收三点半 五六日收四点 迟了就买不到 一场来到 没理由两手空空空趴去 这个地方最值得买的是什么 就是这张贴纸 弟弟虽然是穷 但有雷 对于各位支持我的观众 是不会代搏你们的 特地买了十张贴纸 远快贴纸给大家 想知道如何拿 问好困卡 其实弟弟这里真的坐得不太捨得走 无奈这段双根turnplay 只占整条MFG小电源赛道的三分一 既然天天都黑了 天天都要买卖给大家看 我还要回去浸温泉 谁不知拿车时 竟然见到两个人 开着两部棍波 WX和JR86 在玩现实版拍车 但好怕得贴对方没车 心想什么日本都流行这些西人 就走过去观摩一下 怎知竟然听到他们说英文 没理由不说话 一问之下 原来他们是新加坡 来租JDM玩生的 还要更新到这里 最新的MFG景点 今次的旅程 不知他乡与故知 即是新加坡的JDM粉丝 你好 你好 我叫你什么 我是Marcus Ho Weichung 是这个车车吗 是车车车 是车车车 是车车车车 WX STI 2016 多少钱 是200元 S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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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是值得 值得 是值得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是名称的 其实是名称的 它发生在 新加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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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必须来到这里 什么感觉你 在这些路上 其实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这些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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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路上 这些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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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必须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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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说 新加坡开始抛离香港 其他的弟弟就不敢胡说 但过去几十年 都是亚洲 甚至全世界最紧妥 日本玩车文化的香港 近年似乎沉沦 只懂得吹飞 到现在似乎未见到香港人 懂得来这条MFC赛道朝聖 反而新加坡仔 就碰到两个 谁叫香港玩车 惨过做插吗 为止市民都是买个大陆电车港车北上 融入大湾区算吧 Sector 2 角度75号 凶险下坡道 由大观山展望台停一场出口转右 便会离开双根拼 转入角度75号的春线 这就是大约14kg的Sector 2开端 也就是漫画中霸落开始扭转局势 追回前车的地方 难得遇到两位新加坡同龙人 就跟他们一起走MFC赛道的Sector 2 和Sector 3 顺便看看人手车是怎样 事关在漫画中 跟着这两段路绝对不是人工品 除了机会全部都是下坡道 路放而会回归到路窄湾级的 传统香郊山路 因为头段短的五次路路程 会由1011米急速下坠 接近300米 到路之湖边的角度一向 全程只有一段直路 发展1S1 Double Apex的玩什么都齐 难度比大墓山路感情更加高 而且头段的路很平滑 轮胎有充足的Grip 这部GL8L的原装避震和佳胎 都可以玩得很过瘾 不过尾段的路会越来越蹬 原装避震都会等到抛起一部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新加坡车手都駕得很安全 没有重壁或大友出弯 只是顺着流下去 弟弟唯有入住三波游车河 而且越走就会越素兴 因为现实中这条并不是封闭的赛道 沿着角度75一路下山 会越来越多路口 路上的车亦会越来越多 落到路之湖边角度一号的海拆船码头之大鸟居一带 更加是相步隆隆的热门旅游区 去过的都知道莫可飞车 日头来到不塞车都偷笑 就算是晚上也有不少车和旅客 车车转转转 紧逐条路限速40km 都要打伸12分精神 要转过街坊弯再次上车 去到角度一号最高点 才叫做小人小车 但又会进入了大量旅观的小冲谷 来不来就会出现一辆慢车 相信要等到送豆腐的时间来 才有可能玩到 SATA 3 角度一号死亡地带 如着角度一号去到这间Ulasa小冲源温泉水上乐园 就正式进入大约13kg的SATA 3路段 即是漫画中被虚构成 富士山爆发有毒气体笼罩的荒废死亡地带 主角部86就是在龙墓之中逢遮过车 现实中经过一个右弯之后 的确是再次回复全程下坡度 而且这些弯比先由SATA 2更急更密集 难度会上到超上级 不过大家不用怕 因为你根本没机会开得快 事关转几点弯就会去到角度一号 和角度一三百号的交回点 这条是来往双根和御电场的主干线 基本上24小时都会有车行 日头更加会有很多巴士和旁白 第一个经常塞车的位置 就正是MFG中86排的 粉蓝色9.1GTS头的公之下翼附近 现实中两边都是商店 旺到全街都有人走 又有巴士经过 还塞到整条车类似 想飞直升机又有得你飞 接下来的大平台地区 就是高桥啟介博FD3S拍片示范的地方 虽然两边再没商铺 近年地下还拖得很平滑 见到左边灯箱这间翠泉旅馆 更加有个和漫画一样 飞光的发夹弯 本来是很好玩的 不过正如先头所说 想前面没车都挺难 你看Google Mac就知道塞得多夸张 而且越近商银汤本温泉街 旅馆商店和餐厅就越多 比先头山上的公之下更加繁忙 直至下平路的商银汤本液 都只能拉楼万洗 从漫画中惊险的下坡度大战场面 完全相反 大家明白为何小朋友开头会说 MFG赛道Z1那段 商银汤本派 是现实中唯一一段 有可能玩一下的路段 但组戏要做全套 怎样都带大家走到最有一程 经过左边的商银汤本液之后 其实只有一条路 见到分叉路口不要上桥 靠左线 经过桥底一只微微的游弯和Elos游站 就会见到漫画中最后1.5kg的大直路 这段时间的确是很短 可以望到很远 还会变成双线行车 路面也挺漂亮的 无限制的话 相信86踩入6波卡 有过200都未走得到路 面对欧洲supercar 当然会被人放飞机 可惜现实是有四五个灯位 贴着路边就是漫画中直线火 并出现的大量铺铛和民居 都不知何时会认识 Elos游冲过人出来 正常人见到这条路 根本不会开快车 而且走到左边有分叉路 直去变回单线便要开始减速 除了因为前面有三个灯位 见到指着转右去汤河园的 蓝色高架路牌 就要转右进这段路 唯一一个街坊玩 但路口非常隐蔽 不想像漫画中 银R35的商业信那样 冲到过了路 就要盯索路口在哪 转入这条一夜城下通 最后一段直路之后 条路会变得很抖 左边有高速降到天橋下来的路口 所以千万不要开那么快 再向前走 左边那间就是银R35的车手 商业信和主角片同侠 向初次见面 请他去吃饭的那家Sukiyao Don 隔两个铺位 见到左边灯光火灼的梦音餐厅 和右边CREATE药房的 这条斑马线 就是全条赛道的终点 不过前面过多一个灯位 还有MFG场景的打卡位 留意右边一绿绿圆形 柱国家山安食堂 转右进去旁边的小路 就是接载MFG车手的旅游Battle一场 MFG的颁奖台 就是放在停车场的入口 背景可以见到少少对面 马路将山安食堂的彩布 而停车场进头 桥底的霜根台批办事处 在漫画中 就变成了车队和车手 沟通的联络中心 来到这里 就完完全全介绍了 整条MFG小铁元赛道 总结来说 正如新加坡仔说 SETTA1的双根拳派 的确是Everybody must try it 不过SETTA2和SETTA3的路由驱山路 游下车可算吧 反正这两段都是双根自驾游必经之路 源头有很多景点 喜欢MFG又顺路 便慢慢开幻想自己是车手 又或者是可以合法停车的MFG地表打卡 这样是不是多一个原因 令你到这里自驾游呢? 这个也是弟弟最欣赏日本玩车文化的地方 因为重夜兽一把现实的地点融入飞车漫画 对于分不清虚构和现实的落后国家 绝对是反禁和迷害安全 但日本的读者、居民、商家甚至政府 就有足够的智慧和宽容度 不怕漫画引人犯罪、搞乱的地区 一样都是如此支持藏作 还开发了不少商机和提振旅游业 这些就有机会、有格式、有文化了 所以少了我这一年才拍这么多日本自驾游戏 既然香港玩车惨过做惨 便直接介绍大家的日本玩 希望可以用另一种形式 去将香港固有的日本玩车文化 传承给下一代 这趟经过《勞之湖Skylines》 亦得到些少鼓励 因为竟然在日本被人用广东话叫停 原来这位租了一部R33的阿西 真是看完弟弟上次的影片 跟着路线来玩 看见他和女女打卡打得这么开心 可以帮到香港的车迷 弟弟就老怀安慰了